谢谢吴教授的分析 中研院昨天将台湾GDP全年预测下修到2.35% 并强调之后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 美国QE退场等情况发生 GDP将降到1%点多 今天行政院长江一化为企业家演讲 江一化说面临国内外挑战因素 台湾GDP如果想保二必须非常努力 行政院长江一化今天为台湾 前100名的企业家演讲 针对中研院将台湾GDP从3.05%下修到2.35% 他说 台湾第二季的经济成长 基本上可以肯定应该会比第一季来的乐观 但是全年度我们究竟能够保二点几 或者甚至能不能上推到3% 这一点大家都要非常的努力 江一化说因为国内消费不振 加上全球景气下滑 导致经济闷 不过中研院已经警告 如果之后中国经济硬着陆 美国联准会启动QE退场等不利因素发生 台湾今年GDP恐大幅下修到1.13% 短期的反正你就要过冬嘛 长期的人员政策比较要紧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产业 对台湾的这个能源政策方面 应该长期也一定要有个对策 企业的经营本来就是要不断的精进 不可能说景气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用做 那景气不好的时候 那也不知道怎么办 景气不如预期 有企业家庭建言 也有企业靠自己 共同面对下一波GDP保二战 新唐人亚特电视李津津卢天长成真 台湾台北报道